對軟件的設定進行說明。 打開 CPU 的模塊參數。 將 CC-Link IE 現場網絡 basic 設定為使用。 設定網絡配置。 選擇網絡配置設定。 確認主站和從站的電源為 On 後。 執行連接設備的自動檢測, 並讀取所連接的從站的配置。 本視頻以輸入模塊為站號1時舉例進行說明。 通過自動檢測登錄為站號20, 請更改順序。 設定軟元件的分配。 選擇刷新設定。 根據設定內容, 輸入在主站和從站之間傳遞的軟元件。 在設定畫面中, 從站的軟元件在左側, 主站的軟元件在右側。 雖然本視頻的系統沒有使用, 但仍需要分配自軟元件。 將參數寫入至CPU模塊。 選擇寫入範圍並執行。 但是間 滿大全球駕出了。 很心軟反則成功的軟元件。 因為主要是它駕出。